诗篇第39篇 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行为,不让我的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要用罩子约束我的罪 我静默不出声,甚至连好话也不说 我的痛苦就更加剧烈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心里火烧 我就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我的寿数有多少 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么短促 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 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 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 他们忙乱也是虚空 积聚财物,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 主啊!现在我还等候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一切过犯 不要使我遭受于完人的羞辱 因为是你做了这事,我就静默不开口 求你除掉你降在我身上的灾磕 因你手的责打,我就消灭 你因人的罪孽,借着责罚管教他们 叫他们所宝贵的消失 向被虫注食 世人都不过是一口气 耶和华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求你不要坚默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履,是寄居的 像我所有的祖先一样 求你不要怒视我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 可以喜乐